台湾大事 日常不忘記 您好 我是張雨昕 帶您挖掘台灣明星 最近台北看守所討論度很高 因為金華城案關鍵人物 都收押在這裡 但是我們就要來看看 有天下第一所支撐的台北看守所 其實早年曾經被 台灣治安史上的越獄大王 徐開喜成功越獄過 還定下了所持日 而說到徐開喜 今年已經75歲的他 人生有超過50年的時間 都在監獄中度過 冰冷的鐵欄杆卻關不住他 他成功地越獄八次 所以無論是警方 又或者是監索人員 一聽到徐開喜這個名字 就會恨得牙癢癢 不過在幾年前 徐開喜服刑完畢 他回歸社會 想起自己的人生 他好幾次掉下眼淚 而對他來說 有一個人生最大最大的遺憾 這是我最遺憾的一件事 結果我弟弟真的沒等到我回來 你知道 去年走了 一直過世了嘛 一張愛這樣 我家裡面的關還滿有名的 我講是 這雖然很丟臉啊 我這一生 這兩個事情 我自己認為活該 因為很滑稽 我做的事情 我自己都不知道 為什麼我會做這個 這是我感覺最奇怪的 他是徐開喜 剛剛落網的越獄大王 40年的牢獄生涯 一共逃獄八次 民國83年8月28號這一次 最猛 之後獨家專訪到他的資深媒體人 葛樹仁印象深刻 他們籌劃很久 透過過去進進出出的機會 去了解他們要逃亡的路線 跟攀爬地方的危險性 當他遇到本性難以來 就個性非常難感 但是我沒有出於說想害人的 我就 人家不敢做的 我就很喜歡做 就是這樣的人 在民國83年 就已經成功越獄八次 被逮到當下 這一副玩世不公的轉臉 令人印象深刻 因為當年的他 無論是誰 他都不放在眼裡 正是月孕那天 他把安民藥加到花生湯 給監鎖三名管理員喝 疑婚他們 為什麼拿得到管制藥品 又能讓管理員毫無戒心 喝下他請的飲料呢 其實那時候的台北監鎖 還有人打電話 把大哥打出來 還有人可以攜帶高粱酒進去 就是一些不肖的管理員 夾帶進去的嘛 還有人在裡面 也可以吸到安菲拉密 因為他們常吸在裡面 灌在裡面 其實跟管理員之間 他們有相當成熟練 他們雙男經理也有相當成熟練 髒話 但是這幾個經理沒帶過 其他錢帶過 不過那個坦白講 因為被抓人打得很慘 那個年代 所以說沒有人 很多人跑一次 一輩子不敢脫逃 從十六歲起 就開始了他的牢獄生涯 談起早年在獄中的日子 他說那可不是一般人 撐著下去 以前情求逼供的 你只要收到一包香菸 整包的 一定追查來源 那當天晚上你就被綁 綁起來你只要大部分 一個晚上人家就照了 我們最多是綁兩個禮拜 那個兩個禮拜很嚇人的 一天就很嚇人了 當然是不會拉死的 拉尿什麼 全部拉在腹上 他不屑的 就是吃飯要來餵你吃 那我是經常被綁兩個禮拜 我們在牢裡面就是想說 時間可以過得快 那刺激的生活 一直過得會比較快 所以我們就比較想 有壞事做的地方最好 反正我不拿假釋的 所以什麼壞事我的角度 吃牢犯在桃獄的生涯 對他來說 不過就是一塊小蛋糕 但個性天生不服輸 就喜歡刨給警察追 我是讀新竹功效畢業 那我也是考上主義中 我們新竹最好的中學 我們那時候都要考試的初衷 我們那時候叫初衷 你們後來改名叫國衷 我們那時候叫考的 那我在台中 那時候我就台中二衷 台中二衷也是頂級的省戀 天資聰穎的徐開喜 個性卻天生與眾不同 但在16歲的那一年 他剛考上台中二衷 一個學期都沒念完 他選擇了那條不歸路 那你那時候是休學嗎 還是什麼 沒有…就尾巴了 我就坐牢了 我爸唯一 我不曉得是坐對就坐牢了 他第一個他… 他那時候送我去當懷孕 他就有點像 他知道我不對的相關 結果我就開始跑 到出庭 在法庭上跑 當時正職叛逆期 爸爸是空軍將領 但是父母對子女們非常疼愛 我…我真的很丟臉 你看那胡褲全職 就是情人我剛好 我媽媽也很忙 那最近那時候也很忙 那…那我母親 我母親也很開放耶 我…我母親是… 因為我們… 以我們一般口頭 非常上道的一個媽媽 我知道我的朋友 她只要知道是我的朋友 你要隨時去跟她借錢 都借得到 但是我的違法跟我爸媽 一點關係都沒有 就是縱容可能… 因為我在讀書的時候 都是前三名 這很氣人啊 所以我也不曉得 為什麼我會前三名 我回家都到處玩 可能上課比較挺講的 家裡五個孩子 徐開喜排行老二 談到手足之情 讓這一條漢子的他 數度紅了眼眶 還有一個因素就是我弟弟 那我弟弟就台中嘛 那雲林看我很近 那我弟弟就勸我說 你又跑得… 你要到綠島 因為那麼遠呢 我看也不方便 而且年紀也不小了 看得次數 那是我最遺憾的一件事 結果我弟弟 真的沒跟到我回來這樣 去年走了 過世了嘛 一張愛這樣 你又等到他 怎麼說 他從小學五年級 就跟我媽媽來看我 看到六十五歲 沒見到弟弟 是他一輩子的遺憾 人生中超過三分之二的時間 都因為強盜案在獄中度過 五十一年的光陰 他閱讀 學習紫薇斗數 還能把妹 其實多想想家人啊 或者你 尤其有老婆小孩的 我一直認為男人呢 一定要有責任的 我不想拖累人 所以說我這個女朋友 等我三十四年了 朋友介紹認識 但是民國七十六年 那是我第一趟正式回來的 就是自由的時候 這樣我們認識 那相處可能 大概六七月吧 我不曉得為什麼 他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其實他長得真不錯 所以如果沒有人追他 我還會很生氣 我心裡想 我太沒眼光了 可是 當然啦 我可能個性問題 我對他 始終有歉疚 但是 因為他一直在看我 那我 所以我跟他從來不提這些 很多人很喜歡提說 哎呀 我怕那麼難你走 好了 我從來不提 我從來不回去 那個都是假的 我認為是假的 他用走就自己 對… 對…我們很輕鬆的相處 三十多年的時間 就耗在這位浪子身上 徐開喜的女友 這也太專情了 但在外界看來 徐開喜還真的有一套 因為我現在快出來的 前三個月 我不聽歌的 我們在裡面聽說一句 我國語歌比 我也比較喜歡西洋老歌 因為我們那個年代 西洋老歌 所以我們也聽 有一天因為我聽那條歌 很棒 我趕快叫那個雜藝 年輕人我說 這套歌叫什麼名字 他說這個永邦唱的 我最深愛的人 我說這套歌好 我就把它學起來 我還怕會忘記 我出來第一個 我有一個弟妹 我就是老朋友 結伴的弟弟 他太太 我說你幫我把那個 灌到手機裡面 我說我一定要學會 等哪一天KTV開的時候 我一唱給我馬子聽 訪談最後問了他 在七十二歲的高齡 重獲自由 之後最想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如果現在有一筆錢的話 就在短時間內有抽一筆錢 我想帶我子二之女 去二度女兒 他們都有錢加碼 帶我去美國 我想去看看我姐姐和我妹妹 我姐姐和我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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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到家人 始終是徐愷喜心裡頭 最軟的那一塊 我真的沒有資格 勸人家 但是我的建議是 那不是好地方 真的絕對 能夠不去 最好不要去 所以你今天 如果你 再回到從前的話 你還是會 做你 曾經做過 做過的事嗎 我想可能還是從來變 以個性來講 如果我不知道的話 我真的沒有後悔 只是很遺憾 說到凶宅 很多人都會有所忌諱 除了有一些人膽子比較大 又或者是沒有宗教禁忌的 通常才會去選擇買凶宅來住 那麼賣凶宅的人呢 我們要帶您看到 在畫面上有一位房仲 他叫做文藝夫 他有著很多特別的故事 他應該是全台灣賣 最多凶宅的房仲了 前前後後 經手超過200間 而且他說凶宅賣多了 難免會碰上怪事 像是他經手過最詭異的物件 就是十多年前 在台中有一間老公寓 當時接到這個case 只知道有人 曾經在屋子裡面親生 但是屋主卻是面有難色 一追問之下才知道 租過這間房的六名房客 都在屋子裡頭 同一個位置親生 就像是都市傳說當中的 詛咒一般 難道說凶宅 也有所謂的抓交替嗎 一個禮拜前 林小姐又是被勒死在這個床裡 房屋內不願被提起的往事是什麼 戲劇中房仲賣凶宅 卻在工作過程中 遇上了難以解釋的詭異現象 我們手上有一間房子 所以就有點高高 所以想要再選一下 而現實生活中 一般人對凶宅 大多必知唯恐不及 卻是有一群人 真的靠凶宅賺錢 對凶宅的價格 會比行情便宜七到八折 所以也是會有人買來投資資產 但想減便宜也有膽量 因為他之前有稍微做個小小的髮飾 所以現在你會看到 可能那些藥會很輕 然後當時事發的原因 是在陽台的部分 因為感情因素 就是個人感情因素 所以直接從窗口那邊 就是往下輕鬆 待一看凶宅面不改色 他是房仲文藝夫 賣凶宅已有十五年經歷 經手過的凶宅就超過兩百間 對於這些發生事故的房子 早已見怪不怪 但回憶起十多年前 經手的一個老公寓 還是印象深刻 他這個房子的租客 前前後後有六任租客 在裡面就是上吊 然後還有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可能今天租給A沒事 租給B 可能B沒多久就出事了 他就是前前後這樣租出去 一共有六任租客在裡面上吊 這間六死凶宅 就像都市傳說的詛咒一般 當地人都欲有耳聞 詭異事件的源頭 還得從第一位房客開始熱情 一開始是一對男女情侶 然後就在那邊 因為男生劈腿 那女生又受到了那個男生的家暴 結果那個女孩就輕生了 房子發生憾事被貼上凶宅標籤 房東無奈 也只好找來法師超渡後 在便宜出租 馬上就迎來了下個房客 後來有一對姐妹進來建築之後 那個姐姐都會跑到她 親生的那個地方 然後每天晚上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妹妹發覺很奇怪 就問說 姐姐妳來這邊做什麼 她說沒有 我在睡覺啊 結果隔了三個月 姐姐就在那個地方親生了 沒想到就在同一位置 又再發生憾事 實在吊詭 難道這房子有問題 其實這個房子呢 一般我們所謂的請法師來做法 不是只有招魂 這個招魂只是把它魂招回去 或者招到這個臉位的地方 那其實呢 還要做所謂的送煞 就是把這個煞氣給送走 這個煞沒有送乾淨 世界年來越激越深 難怪會出事 我們是屬於羊 那好兄弟是屬於陰 你去到那個兄仔 然後煞氣又沒有除掉的時候 你去住了 就會受到這個陰的磁場的干擾 甚至呢 會傾擾到自己的身體 那變成負面的情緒 或者是負面的運勢 真的是煞氣沒送走 才導致意外不斷嗎 巧合的是 後續又有租客 陸續在屋內同一位置親身 一間房背上六條人命前所未聞 甚至讓房東一度被警方懷疑 殺人後復步移鎮 實在一苦無淚 不敢再出租 沒想到詭異狀況卻沒有結束 樓下的鄰居說 他樓上有時候會聽到那種 他會聽到樓上有人在托 搬家具托 那我們家要脫椅子 然後誰會把那種家具 啪推倒 就表演會有一些人很大聲 但是那些屋主就跟他樓下鄰居說 那間房子已經很久很久沒住人了 也沒有租人了 所以他不知道聽到的是什麼 鄰居本以為是有新訪客入住 但房東一聽卻是面有難色 因為沒有人住的空房 哪來的聲響 無法解釋的還有樓下鄰居 看到的景象 他們那一戶 有人在他們打招呼 然後他們也這樣 因為大家可能互相看到 會打招呼 他也真的打招呼 後來他兩個鄰居想一想不對 因為那一戶是沒住人的 他在台頭看的時候 其實就沒有了 然後那兩個鄰居也知道 那房子有發生過問題 其實也沒說什麼 揮手的人是誰 鄰居不敢多想 趕快向屋主反映 屋主也是越想越害怕 想將房子見價脫手 卻在簽約的最後一刻 突然返回 一直到他要砍的那一天 他說他不賣 他說他有點不想賣 那買的投資客就說為什麼 就是他願意再加 屋主最後確定說他不賣 那那時候投資客也想說 你都坐在桌子上了為什麼 所以不賣 他就跟他說 屋主跟他說 因為他這房子前前後後 一共有六任住客 都是在房子裡面同個位置 用上吊房子結束生命 變得就是說 你如果他怕說哪天 我現在賣給你了 怕說下一個人 不論是你還是下一個住客 就從裡面第七個人 哪怕買家家價買 屋主也堅持不賣 就怕再有第七個人 而說到兄宅 很多屋主都會急著想脫手 找上房仲幫忙賣 文衣服賣多了 對於兄宅早已麻木 不會害怕 因為從未親眼所見 總是半信半疑 但一次經歷 卻讓他不得不信 因為這次委託他賣房子的 似乎不是活人 有一天晚上我在睡覺 然後就做夢 走著夢到一個 說我到一個社區的 老舊社區的樓下 然後是一間 我看到一樓 有一個老先生走出來 一開始在夢裡的時候 我看到他其實我是害怕的 因為我覺得他好像不是人 我要醒來的時候 他就說了一句說 那後面麻煩你了 夢中的老先生是誰 一句麻煩了所託何事 都還沒摸清楚頭緒 一則訊息傳了進來 我就看到有一則訊息很好 就是說 對一個同行的朋友發過來 他說有件物件 就是發生過什麼事情 他就說看有沒有客人 中宅物件委託要賣 但文衣服心裡有底 這個物件產權狀況特殊 恐怕會較難出售 沒想到幾個小時 買家主動上門 時機湊巧 在交屋時 文衣服按捺不住好奇心 問了屋主 到交屋的當天 因為我一直很好奇 他印象很深刻 我就問那個屋主說抱歉 我說我很好奇的問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那個死者 因為往生者是屋主的就是舅舅 我說我那天就是賣這個房子的 前一個晚上我夢到了一個老先生 然後我就開始形容 我說這個老先生的鼻子 大概是比較大的 然後身高 然後身材如何 然後我還一直形容給他聽 然後包括我說他的衣服 我說我看到這個是 穿一件粉紅色的衣服 密白色的褲子 聽到這屋主卻一口咬定 是過世的舅舅找上他了 為什麼會這麼篤定 因為夢中舅舅的那一身衣服 就是屋主親自挑的 然後那個屋主就說 那你看他應該是我舅舅 我說你為什麼這麼肯定 他說因為我舅舅入戀的時候 他最後選粉紅色的上衣 他才肯定說我看到的是他的舅舅 他把舅舅的那個照片給我看 那我看到的時候我說 這裝一模一樣 不可思議的夢境該怎麼解釋 其實說到凶宅很多人會心生畏懼 但文藝福認為只要保持敬畏的心 互相尊重就好 畢竟疑心生暗鬼 住凶宅的也大有人在 大多也都相安無事 不要自己嚇自己 很多人喜歡去爬阿里山 尤其是千人洞 這個千人洞光洞長就有250公尺 寬有60公尺 五層樓這麼高 不過很離奇的是 這條路徑很明顯 在20多年前 卻發生過詭異的失蹤案件 難道跟日治時期的圖村事件有關係嗎 當時有一名紐西蘭的青年魯本 原本他跟五個朋友一起去爬山 但是走到一半 他突然轉向 獨自前往千人洞 同伴想勸他回來 才回過頭 沒想到他就像是人間蒸發一樣 消失在森林當中 而他的爸爸也特地飛來台灣找人 當大家快走到千人洞的時候 有人在樹上看到一條牛仔褲 還有一個印有紐西蘭國旗的背包 當時大家心想 肯定是要找到了吧 沒有想到這人不是魯本 而且當向導向前拉下牛仔褲 還瞬間有一堆白骨掉了下來 硬生生打到他的頭 難道這是什麼樣的警告嗎 他們那邊是非常詭異的一個磁場 他們突然放在樹上 有一條牛仔褲 奇怪是誰的牛仔褲 怎麼會逛在樹上 一名紐西蘭大學生魯本 獨自來台自助旅行 在阿里山投訴後 心機不明失蹤至今 會是他的嗎 要解開謎團 得從1998年開始講戲 當年魯本登山失蹤 據說有一個人是最後目擊者 他最後看到五個年輕人 跟這個魯本一起要走過去 就是在那邊下車 然後在那邊打包 警察就去查了這五個年輕人 而且還來派出所問話 那五個年輕人說 當時魯本就是跟他們 本來就一起走 有說有笑 然後走到千年洞的 那個岔路口的時候 本來是要跟他們 一起走到溪口 結果他突然間停住了 然後他說他要自己一個人走 他要下去 當下的他怎麼了 竟然一個人走向滅村境地 後來不是傳出 魯本在阿里山市中 其實他是在千年洞 那個地方不見的 因為他自己一個人 就是往那個千年洞那個方向 走下去 路徑鳴線 怎麼會突然人間蒸發呢 那他本來可能就是應該要往左 然後他們就可能往右 或是上廁所起來 就頭暈了 或是狀況不好的時候 就很容易 就完全走錯方向 會是精神不濟嗎 就算有些狀況 總該也會找到一點蛛絲馬跡吧 但搜救人員連日搜山 卻是無功而返 搜尋人員 從第一天的十個人 擴大成六十個人 分成四組 攜帶乾糧 刀棍和通訓器材 望遠鏡 不分昼夜的入山搜索 沒過多久 魯本爸爸來台灣找兒子 當地為熟悉地形的巷島 帶領著他爸爸穿山越里 他帶了他魯本的爸爸上去見了洞 他們一群人在找找找 找了很久的時候 到底發現了什麼 然後他們看到這個牛仔褲的時候 而且旁邊又掛了那個 紐西蘭那個背包的國旗 他就是看到這個時候 他們就可能說 可能找到了 這真的是魯本的東西嗎 爬到上面去的時候 看到那個牛仔褲 他要把他拉下來 一拉你知道一堆白骨掉下來 天啊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整個人好像被那個木頭挑到頭 他就暈了一下 這難道是一種警告 沒想到他們要再開始下山的時候 他們這一群人就迷路了 要下去就還找不到路回去 於是就在那鬼打牆 常常有些人沒有很注意的 他可能就走到廢棄的路徑 或是走到獸徑裡面去 然後可能就會導致於迷途 是不是惹怒了誰 剛剛不是突然間震了一下有沒有 他就知道可能有一點 遇到狀況了 他於是他就趕快跪下來 然後拜拜 然後講說 請這個讓他們回去這樣子 一拜完彷彿波雲見日 一群人平安下山 但鬼異事件還沒結束 魯本爸爸 他把他們找到那個骨骸 回去 因為那個敵人 既然不是魯本 那你說二十幾年 可能甚至連骨頭 都已經很破碎了 或是甚至有大雨過後 颱風過後 那這個骨頭 可能就已經被沖刷了 所以這找到的機會就越來越小 天啊 這一對白骨 到底是誰 紐西蘭國旗背包 牛仔褲又怎麼會掛在樹上 一連串的謎團 二十幾年了 都找不到答案 當地把這一切的不可思議 推向血腥的應存傳說 最早就是因為有十八戶的居民 在那邊採那個檜木 做那個檜木頭 然後他們就是有一次就是不小心 然後他們附近有原住民 列了一頭鹿 結果他們去把那個鹿 把他抓過來 然後就把他載來吃 知道鹿被這個十八戶人家 把他們的鹿拿走 他們就非常生氣 然後出草 把這十八戶的那個人家 全部都把人頭淚殺 所以那十八戶的人 全部蠶死在那裡 後來就是因為 這個十八戶的人家 蠶死在這個地方 所以於是他們就說 很多人 因為很多汪魂聚集在這裡 不僅如此 據說這裡的磁場 也是相當詭異 日治時期 日軍為了躲避美軍轟炸 一千多個日兵 就躲在千人洞裡 但怪了 炸彈丟下來 日軍卻安然無藥 所以他們 那個炸彈一直丟一直丟 怎麼丟 奇怪的是 就不會炸到千人洞 所以說 他們當時就說 那個地方那個磁場 就非常的怪異 難道這是傳說中的鬼遮掩嗎 還是怪異磁場 再作祟 不要走那麼快 不要走那麼快 慢慢走 自己走那麼慢 你走那麼慢 幹嘛 那一天 一對情侶來到千人洞登山 一前一後 不小心起了口角 女子一起之下 越走越快 轉過彎進了公寮 沒想到妳知道她的男朋友 追過來的時候 追到公寮 竟然在公寮沒看到她 小蕙 妳在哪裡 怎麼可能 忍去哪了 小蕙 妳在哪裡啊 小蕙 妳在哪裡啊 小蕙 妳在哪裡啊 男子一直喊一直走 但女子明明就在旁邊 她怎麼會沒有看到 她又回頭回來 結果也找不到她 沒看到她 後來她再去報警 她報警後來有找到 但是那女生說 她從頭到尾都一直在公寮那邊 那很怪異的是 她當時男朋友追過來的時候 既然都沒看到她 這也是前一陣子的話 是很怪異的事情 滅村莫名人間蒸發 詭異詞場 種種的傳說 讓千人洞添加更多神秘色彩 消防局提醒遊客要熟悉路線 而當地人則是認為 說到底就是要尊重山神 尊重好兄弟 不要輕易的冒犯 否則小心惹禍上身 在南投的太極峽谷相當壯觀 有著西部太魯閣的美誼 不過在將近40年前 在這裡曾經發生過 台灣史上第二慘重的山難事件 當時一共造成28個人死亡 後來還陸續傳出一些 不可思議的傳聞 有人說在山崩的當下 曾經傳出一聲尖銳的口哨聲 難道是因此激怒山神嗎 除此之外 還有人拍下了這一張 無法用科學解釋的照片 因為有人越看越發現不對勁 在照片當中 疑似出現了黑白無常的身影 因此有人猜測 難道當時黑白無常出沒 來鎖命嗎 而說到了太極峽谷 還有其他玄奇的傳說故事 據傳曾經有個節目 到太極峽谷這邊要拍攝美景 當時主持人搭著象皮艇順著水往下 但詭異的是明明無風無雨 但是象皮艇卻突然的被劇烈搖晃 非常難以解釋 後來回去剪輯影片 偏偏那一段畫面還出了問題 命令老師一看不得了了 原來出現日本兵在搖晃橡皮艇 這有多懸 位於南投的太極峽谷 猶如人間仙境相當神秘 在這裡曾經發生台灣史上 第二慘重的山難事件 還有人拍下無法用科學解釋的照片 台灣的民間信仰當中 如果有人往生啊 或者這種大事件 就像國外的那種死神一樣 他們就會出現 要引引這些亡魂到陰間去報導 所以可能就出現了黑白無常 傳出在山難發生之前 有人拍下這一張疑似黑白無常的身影 讓整起事件更加不可思議 我們先把時間回到1986年5月25號那天 他們那一天大概上午 那11點左右就到了 到了太極峽谷的最頂端的時候呢 他們解散之後 大家都在拍照 欣賞著眼前的峽谷美景 放鬆悠閒的享受 遊客們拿著相機按下快門咔嚓聲 記錄著這樣的美好 他說從底下往上面看 整個景觀是非常的壯麗 然後那一天可能水量比較多 他說整片的山壁上面的那個瀑布 都像水蓮木一樣非常漂亮 其中一名山難倖存者回憶那一天 當時拉著夥伴準備慢慢往上走 那沒多久 他們領隊就有 遠遠就有看到 就嗶嗶 蘇宇蘭 待會要來這邊集合 他只是揮揮手啦這樣 因為他們集合我們都看得到啊 等他隊伍上來 我們在這邊等就好了 遊客們的歡笑聲 聊天聲 似乎沒有停過 接著到了準備集合的時候 那個時候領隊 嗶嗶 集合 大家就往那邊看 其實不只是他們一個團隊啦 還有其他人 底下大概有將近百名左右的遊客 這時候很奇怪 整個峽谷躺一聲 這一聲巨響 嚇壞所有人 到底發生什麼狀況 原來是峭壁頂端的那一顆 巨石往下墜落 那因為底下是沒有遮蔽物喔 太常驚聲尖叫喔 樹啊 草啊 在空中飛來飛去 因為整個大的石壁這樣子震下來 把對面冷空的山也震到了 所以很多的東西這種 就這樣子一起滾落下來 這個時候我心裡驚覺了一下 哎呀 地也在震動 山也在震動 外面都是亂石 我可能會被埋在這裡面 巨石直接掉落到那個 殼床的時候啊 它就直接爆裂開來 那因為它的材質是屬於那種 葉岩 就是薄薄的喔 一碰撞之後 往四色散開的時候 其實每一片都像刀子喔 就在那一天上午 十一點二十五分 重達一百多公噸的一塊巨石 就這麼突然的崩落下來 當我一推上石壁的時候 我知道我將要 人將要亡 我就馬上跪下來 大聲禱告呼求我的神啊 或者說我還沒準備好 其實再給我一個機會 有些人躲過死神 但也有些人命喪太極峽谷 據蘇小姐所說喔 經過半分鐘之後 聲音才逐漸的平息喔 然後那個溪流 遠遠看去就是變成了 血 血水 還是有伴隨一些洋情 這一刻太極峽谷不再歡樂 就在巨石落下之後 現場挽留變成人間煉獄 太極峽谷這一起嚴重的山難 造成二十八個人死亡 傳聞 有人說在山崩的當下 曾經傳出尖銳的恐哨聲 因此激怒山神 才會導致嚴重的山崩 難以解釋的還有 在事發之後 其中一位山難幸存者 發現某一張當時在太極峽谷 拍下的照片 似乎不太尋常 那他拿出來看的時候 初期是沒有看到什麼奇怪的地方 但是他老是覺得說 這張照片好像要跟他講些什麼 據說這張照片 是在山難發生前拍下的 相隔不到十五分鐘 什麼樣的不尋常 你仔細看看 蘇角姐所說 你看喔 他這邊是不是就是一個 長頭髮的女性 然後這個是他的臉 他的手啊 五根手指頭都張開 中間有三根 有沒有 大概就是在這個位置 是他的手 再加上臉 這是眼睛 所以他說他就是看到這個 像一眼之後看到 他就嚇了一大跳 當時照片的畫素沒那麼高 但是有人發現 在模糊的照片當中 引引約約 看見一個長髮女生的輪廓 這會是巧合嗎 我們把照片放大再往左邊看 疑似還有白無常出沒 白帽子在這邊 高帽子 然後他的臉在這邊 好 他的臉在這邊 你看就像他眉毛 然後眼睛有沒有 好 兩邊 就是有這個輪廓的感覺 然後呢 這兩條白白的 像民間信仰上面 有些百無常 他的那個眉毛是垂下來的 那有一種他的服裝 也是會有兩條那種裝飾 照片中的模糊影像 真的會是白無常嗎 而在民間信仰當中 白無常還有這樣的特徵 另外呢 你來看看手部 他說有拿了一個令牌 書起來講這樣 右手手的輪廓 似乎有手上有拿了一塊東西 疑似白無常的身影出現 那代表什麼 除此之外 再往照片左上角看 他是不是這邊好像也有一個帽子 這個眼睛跟鼻子 不是更清楚嗎 這個臉的輪廓有點側臉 有點角度啦 這眼睛鼻子 好像這一位會不會 就是傳說中的黑白無常 那時候黑白無常也是一起出動的 一起出現在這個現場 照片當中一次出現黑白無常身影 明顯說法 黑白無常是負責接引 人死後的鬼魂入於陰曹 一白一飛 象徵一日一夜 也代表著一陽一陰 台灣的民間信仰當中 如果有人往生啊 或者這種大事件 就像國外的 死神一樣他們就會出現 要引領這些 亡魂到陰間去報到 所以可能就出現了 黑白無常 不過站在科學角度 有人認為 山燈是因為 風風剛過 火石鬆動 但說到太極峽谷難以解釋的 巧合 不只這張照片 重達一百多公噸的巨石 出現在湍急的溪谷裡 仔細一看 居然像是一張人臉 不但五官清晰可見 眼角上揚 嘴唇緊閉 莊嚴的笑貌 在當地人的眼裡 像極了二十一年前 在太極峽谷山岸中 捨身救人的草屯救國團組長林俊生 還有這塊巨石 上面似乎有著人的五官 當地人覺得很像救難英雄林俊生 而且認為石頭 不可能是人為雕刻而成 十分玄奇 還有人帶著金紙跟香 前往伴 感覺非常的慈祥 他靜靜的看著這個峽谷 好像是一直守著 這塊土地浮放 而說到太極峽谷不可See的事件 還曾經有人到這裡拍攝節目 也碰上科學無解的怪事 當時就是有一個旅遊節目 他們要去拍太極峽谷 但是太極峽谷封閉了 封閉之後他們就來到上行 這個玉湖吊橋這邊拍攝 那他們拍攝那個石航峽谷 就是因為他的地形地貌 也跟那個太極峽谷相當的類似 據說旅遊節目來到這裡想要拍攝 紀錄太極峽谷的美 但是 導演後來想說 橋下 從橋下拍 拍這個峽谷的景觀更漂亮 請主持人搭那個橡皮艇 從上面的那個溪流這樣慢慢慢慢做 橡皮艇這樣乘坐下來 就拍這個畫面 為了作品完美 主持人乘坐橡皮艇慢慢往下 沒想到到了一處深潭 明明當時無風無浪 但是橡皮艇卻突然劇烈搖晃 主持人緊緊抓著橡皮艇 他們就覺得很詭異 怎麼突然間莫名其妙 整個橡皮艇好像要翻覆 什麼原因橡皮艇莫名的要翻覆 詭異的可還沒完 導演回去這個地方 在剪輯這個畫面的時候 他當時拍攝那個畫面 剛好來到這個深潭 橡皮艇來到深潭 整個畫面變成那個綠色的 結果他就奇怪 怎麼會變成這樣子 偏偏就是那一段畫面出了問題 這會是巧合嗎 科學上無法解釋 那麼學學角度看 找來命令老師怎麼解讀 那個老師一看 跟他講說 你知道這個橡皮艇滑下來 整個畫面有一群日本兵 守護著那個橡皮艇 一直在那條畫 他好像要把那個主持人 把它翻覆 所以他們嚇一跳 之後來這個畫面也沒有用 真是怪了 到底哪來的日本兵 原來跟當地流傳的傳說有關 上航其實它有一個玉虎吊橋 早期在日軍時代的時候 曾經日本兵二十幾名 當時來追捕那個抗日分子的時候 來到那個玉虎吊橋 根據當地居民的說法 起初吊橋是用竹子搭建 曾經有日本兵在這裡意外死 日本兵三十幾名衝到那個 吊橋的那個 古沙的那個 橋上的時候 突然間因為承受不了 那麼多人的重量 整個那個橋就墜落 所以造成了當時 將近三十名的 日本兵的那邊死亡 所以 這個地方就變成非常的陰生 不可思議的事件不斷流傳 也讓太極峽谷增添一虎神秘色彩 但也有人認為這一切都只是巧合 真真假假或許都是傳說 你可能有去過屏東大鵬灣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 在大鵬灣地底下可大有玄機 裡頭其實是一座地底堡壘 日治時期日軍的水上機場 也使得二戰時期 美軍曾經轟炸過這邊 造成日軍死傷慘重 而後來日本戰敗撤退之後 其實在大鵬灣 就傳出了很多奇怪的傳聞 像是三更半夜的附近居民 常常會聽到日軍操兵練兵的聲音 甚至在共和新村有一個 隱藏在大樹底下的一個防空洞 還有人幫被炸死的日本軍官 蓋了一座廟 為什麼呢 共和新村原本是日軍宿舍 在國民政府接手後改建成眷村 怪的是 怎麼會有一戶國軍眷屬的家裡 藏了一副日本國旗 我羅媽媽我想請教一下 聽說你院子裡頭有一座防空洞是吧 它有啊 就在這邊啊 居民羅媽媽所指的防空洞 隱藏在大樹底下 而入口則畫上了日本國旗旗幟 到底怎麼一回事 經常有人在我耳朵邊 一直講話一直講話 是日文一直跟我講 他就說了 說奇怪 是不是以前住在這邊的日本的亡靈 於是他就用傳統的方式指腳背 一直跟他問一直跟他問 才問出來原來是在那個時候 二戰時期 美軍當時有進行轟炸攻擊東港 那他是被炸死的一個軍官 那他的靈魂就是無處可去 然後就躲到這個防空洞裡面來 家裡院子的防空洞裡頭藏著日本軍魂 實在難以置信 而對方更表示 希望留在異鄉工人祭拜 問過了 我們是個日本人死在這 對 後來 結果我們現在講認證可以 就給他射風將軍 現在錄個廟給他 然後沒事我媽還沒死 其實就是每次早上幫軍歌給他 只可惜如今這一座奇廟 在羅媽媽過世後 腿皮倒塌 軍歌也不再悠揚 玄廟的故事 也跟著被高聳農民的大樹 逐漸掩蓋 而我們繼續打聽 其實關於日魂的傳說 不只這一庄 在東港國宅附近這一處空地 人煙稀少寸草不生 放眼望過去就這麼一間廟 廟柱陳大哥說 這一帶在過去 可是東港的禁地 只是原因為何 來到廟的後方 也許就能找到解答 這裡總是就是 日本時代火葬場 就是這個坑 小日本邊都煎熟的 不然我們台灣人 有那個傳染病 還會拿來這裡燒 我們用電力這裡 有看到兩個男人骨頭 一個男人骨頭 就是用在這裡真的紅 這個紅男人 兩個抵到一紅 男人也抵到一紅 就是這兩個這三個 靠去敗家 不到一人高的紅磚坑道 據傳就是 日治時代的火葬場 燒過不知上百 更或是上千副骨骸 而廟柱推測 這兩男一女 可能是日軍撤退太趕 而來不及火花的同袍 人家說國人家說 佔山尾翁 來這裡有一個軍鞭 太大股 或是軍鞭太大股 來就是沒有人拜 沒有休閒 所以他們要去託宅 去託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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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這個前面的人車禍 前面來我們來 前面那個沒有人大 晚上他們都有聽到 夜兵 每天每天都問 所以前面那個沒有人大 晚上是沒有看到 在傳說四起的恐怖境地 陳大哥又怎麼敢一個人 來此擊敗 他說可是有特殊的指引 難道真的是有日本人 在呼喚嗎 陳大哥拿出當時 做法會的照片 一開始看起來 沒有什麼異狀 但當儀式開始後 畫面上卻出現一點一點 難以解釋的白色霧點 他認為這是前來求助的 日本靈體 於是心生念頭 在火葬場的園址 見妙祭拜 台師跟中軍 我也有一次 我知道他以前說 他要騎買 台師跟中軍 穿伯到穿伯伯的 到外面才來說說 他們是中人害怕死 妙築的夢中 不僅有日本大使 三傳太郎以及將軍 三村閩郎之外 還有將軍的女兒 三村九美 招著夢中所見 為三位雕刻今生 更引起一尊 代表本土信仰的 地藏王菩薩作陣 就是希望亡靈們 都能夠得到安息 而廟前的開闊廣場 更有一說 是供日軍夜間集合操練之用 我們每年都做發揮 每次發揮 每次發揮都破了幾千塊 他會被打開 他要回去探親 對 這樣 所以我們都這麼有 這麼用 承載特殊的軍事歷史 東港神秘的傳說 一樁接著一樁 說也說不完 而當時日軍的水上基地 如今也已成重要的觀光景點 戰爭時期的二十大艇 以嶄新的面貌 矗立水盼 一位美麗的大棚灣 更增添奇幻色彩 台灣大大事 你當半月期 我是張雨昕 我們下週再會 變成這樣 我喜給你 Yeah 跟他之前 那個番光之下